introduction to the ale 先篇大道簡介 introduction to the ale 中英對照先篇大道簡介 以何謂先篇大道二道 與我有什麼關係 三求道四求什麼四求道 對我有什麼好處 五具備什麼條件 才可以求道六 求道對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七道的寶貴有什麼印證 以何謂先篇大道 先篇大道又簡稱道 我們若仔細地去觀察 心跳開悟之後 就可發覺宇宙間 森羅萬象皆是雜而有趣 而自然界萬事萬物的運轉 也都有一定的法則 各天地人是萬物的真主宰 就是道 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 不約天天大道 道者理也 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萬物未生以前 道即已存在 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 萬物萬類 在天地人萬物毀滅之後 道不會毀滅 道因為無取無來 不生不滅 乃代表著宇宙間更不不變的真理 道的本體 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體 在混沌未探之初 宇宙間只是一環靈妙底 無天無地無人 也沒有語言和文字 所以我們是無法以任何語言文字或思慮來形容它 不大道無明強明曰道 我們也是勉強用道這個名詞來代表它 在天地萬物生成之後 道就能貫穿於宇宙萬事萬物之中 使一切的自然現象均能呈現和協有條不問的運轉 這就是道的妙用 道大理為 我們非然無時無刻離不開道的本體和妙用 卻又很不容易去認識它 因此在兩三千年前 各教聖人應運出世各化一方 針對當時天時底利及眾生的根氣 留下千經萬點 穿下諸多虛惡從善的修食法門 同時也讓雲雲眾生認識了冥冥中 宇宙萬事萬物均有一個真正的主宰 或稱為上帝或稱為造化或稱為天主 有一個真正的主宰 和尚在雲中 和尚在雲中 和尚在雲中